2017年第一期节目 献跟大家手一手 节日快乐 虽然已经是2017年了 但是趁着2016还没走远 今天就带大家回顾盘点一下 2016年国产电视剧红黑榜 红榜最话题 快乐松 2015年靠着狼牙榜和围装者凡沈的闪赢 在2016年已就生较了一份告奋的答卷 一部缓乐颂 有质量有口碑有讨论度 每个人都能在几个闺女身上 看到在大车时奋斗的自己 不仅有幻笑有泪水 有现实的爱情 还有令人动容的友情 坠句坠的停不下来 2017继续顿等第二季 最黑马锦绣微仰 无论你再嫌弃锦绣微仰里面的 小而可全谋 狗血狂撒的剧情 嘲笑里面吴建豪的鞭子发型 女二号粉粉中脱窗的眼睛 都不得不承认 伴随着罗敬唐掩 两人恋情的恐怖 这部集结了先与反省 复仇仇本家 玛丽组恋爱姐妹死比 大家一起搞事情的古壮大剧 已就在年末 成了2016年度最活的电视剧 终于让唐唐在年末 挡了一次话题女性 最少女遇见王丽川 看躲了恋爱剧里的玛丽组啊 国产回姑娘女主的正确 打开方式 正确玛丽组效果改变方式 每次看剧啊 都只想看着 小丑和王丽川两人的狗粮 在我脸上胡乱的拍 盼着变剧可以侵略一点点 体谅老少女的玻璃心啊 最踏实 少林问道 看躲了那些群摸乱舞的 奇幻古装剧 像少林问道这样 充满水墨意境的古装证据 实在是难勋 转业的贬剧 良心的演员 考久的镜头 不能说这部剧完美 但是剧中的每一处 都能看到主创们的用心之处 国产剧不是拍不出好作品 而是好作品没有被人看到 这部剧没有上行博出 也是一种遗憾 还是希望在以后啊 有更多这样的好剧 出现在我们的电视荧幕上 弥补一下我们多年 被烂剧赏害的心灵 最扬眼 蔚蔚一笑 狠倾城 年度最洋洋的电视剧 男女主角必须要属于小奈大神 洋洋在剧中满足了万千少女 对于小奈的所有想象 全剧狂冒粉红泡泡 小奈贝薇薇还带着KO和美人师兄 两对CP狂撒狗粮 宠着他们 我愿意再次放弃我的职上 沉浸在这种 单纯的玛丽索电视剧里 和2016年的国产电影榜一样 电视剧市场也是堪称 群魔乱舞 纵观几年 湖南卫视 承包了本年度的烂剧拍行榜 在架片难寻的情况下 这些烂的层次 由甚度的电视剧 一次又一次的荼毒 观众们的视线 黑王最妥卓 请云之 本年度蹭哪一屁 最失败的电视剧 没有之一 哪屁蹭的有多坏 扑接扑的就有多狠 我告诉你啊 看见这样的电视剧版 原著粉们 早就酷死一遍又一遍了 演剧们 你们看过竹线吗 听说挺好看的 你们可以去看看 剧里选角跳戏 演技尴尬 剧情还像狼太太 锅脚不一样 又臭又长 还赶上咒搏剧网 从年种一路 妥到年末 严见着 终于搏完了 哼啊 你他妈 居然还有 最少钱 换成 号称头子三个亿 看着这五分钱的特效 你们的头子 都让水里打水漂弯了吧 整个剧啊 妥不妥 羊不羊 是个人就戴美通 发型不是离子烫 就是大魔浪 看成巴拉拉 小魔险成人版 台词弱智 情节大幅度堆水 看完几集啊 我只想问 规矩里头的演员 都那么缺钱上 最吵戏 闪海景只赤影传说 汤竹呢 为了极其神龙 必须要在自己的演艺 省压党主 解其七个霸道总裁的角色 顶着闪海景的名字 却干着给闪海景 抹黑的事 你给人没一点灌血 就算了 你还去吵戏 别人的动漫 吵别人的作品 也就算了 你还拍得如此难看 特效洗烂 演技掉线 直望着观众们 靠着掌汉的演训 就要死成斯尔罗吉 是啊 最单纯 是 尚先生 不仅要心疼一下 果精明 一年上映的两部电视剧 一部电影 找到了口碑上 致命的打击 多少人看了这部电视剧 还没粉上欧阳娜娜 就转黑了 辣亲的时候 小贵女身上还挺有灵气 言其戏来 那可真是灾难 智障的浑然铁城 就他念台词那拱力 还不诺念 一二三四五六七 最辣眼 无法舔女 多反辣 既把辣辣小摸线之后 又一傻麻特儿中剧 作为本企亚洲 一点都不为过 一言不合就尬无 有你们跳舞那功夫 早打你们八百回了 校园里 粉分中就盛演 霸凌早恋等敏感戏码 在配合上 骗中无处不出现的 理发店傻麻特 那是刺激您的眼球 这剧的主创们 到底是多讨厌小孩 才想让他们 看这种东西啊 好了 2016的国产电视剧 盘点完了 在这些盘点的电视剧里面 你最喜欢或者最讨厌 哪一部都可以在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死闻皮子当中 留言告诉我们 小扁24小时 等你留言哦